根据报道,北京时间8月12日晚上,由姚明主席举办的2018年姚基金慈善篮球赛,在大连体育中心顺利的举行。 这场比赛虽然是个友谊赛,但是姚明姚主席却十分看重这场比赛,姚主席邀请了众多NBA大牌球星,前来助阵这场慈善篮球赛,有乐福、塔图姆、福克斯、佩洛和马尔塔宁。 这场比赛也有亮点,中国队114比97战胜美国队,姚明成最大亮点,网友、姚主席又胖了。 这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的火药味就很浓,乐福一上场就标净了一季三分,但是中国队这边韩德军打成2加1环米颜色,之后美国队这边就开始发力了。 塔图姆、马尔塔宁接连爆扣,中国队的身体素质和美国队,还是相差太远,但是中国队这边的三分还不错,首阶美国队30比26领衔,第二阶中国队开始发力,在篮下接连得手,胡敏逊突破上篮,胡金秋、福克斯向起爆扣得手。 半场比赛结束,中国队半超美国队,到了下半场,美国队三分发力,但是中国队的手感很火热。 全场比赛下来,中国队114比97站上了美国队,中国队的无钱得到26分。 美国队马尔塔宁全场最高,得到了27分。 本场比赛马尔塔宁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,身体素质很棒,而本场比赛的亮点却是姚明姚主席。 不少网友看了姚明在台上发言,都感叹,姚主席又胖了。 的确,姚明这两年发福发的太快,难道从NBA退役的球员,最后都会变胖吗? 不过姚明姚主席就是在胖,也就是我们心中的小巨人。 这场比赛虽然竞技性不强,但是为中国慈善事业做了贡献,呼吁大家关注中国贫困地区青少年的发展,同时又促进了中国南兰和NBA球星的交流。